郑馨仪 许廷康 冯允谦 王丹妮 关志斌 爹君主音Tim 舒运姿 吴佩玲 以及关佳明等现身时装戏活动 模特儿出身的王丹妮 最近几年放下了老本行去拍戏 成功闯出了一片天 今天她重返天桥走秀的时候 看到她完全没有生疏 依然表现专业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又兴奋 因为说真的自己做了几年的演员 那就也是有好几年没有踏上这个梯台 那所以就是终于要我又回归这个舞台上 就是做自己老本行 那我是觉得很开心啦 那出来之前有觉得担心会摔倒或什么的吗 也没有 因为今天的鞋子还挺扎实的 对 所以反而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那种 就配合这个衣服 有这种高贵 然后有高冷的感觉 王丹妮还透露 女儿也遗传了自己的时尚初觉 年纪小小 但对服装的搭配已经很有主见 那现在女儿会已经开始 对这个时尚有这个初觉吗 她会自己穿搭什么的吗 她会自己配衣服 那其实我也不用管她太多 就是让她有这个 这自己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吧 就可能她是喜欢粉色啊 或者有很多亮片啊 这跟我其实是相反的 我是喜欢那种酷酷的黑色为主 那经常跟她一起出去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 会想女儿未来当模特吗 要是她有这个兴趣的话 我也不介意 可是希望她先读书吧 我觉得先读书比较重要 看到在台上走秀的模特儿 郑兴怡就说很羡慕 但就没有幻想过自己可以走秀 反而在新歌的MV当中 郑兴怡就展现了多个霸气十足 又时尚的造型 在Glitter Falls的MV里面 可能我最喜欢的有两个 就是开场的时候 开口唱的时候 有一个是整套是黑色 然后有一些 闪闪的 闪闪的 然后有一个头裤这样子 也是闪闪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而且很fit我的身形 然后另外很喜欢的就是 金色的裙子 好像罗马女神的那个造型 我挺喜欢的 你有参与其中的吗 这四个造型 这几个造型都是我跟我合作 很久的Derek Ho 我的stylus一起去挑选的 然后我觉得很配每一个背景 每一个MV里面的景 所以希望大家也喜欢